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美九一二章森林之战 他竟然还敢回来 他竟然还有能力回来 蛇毒的血难道白流了吗 蛇血悲愤地说 蛇毒的血可以说是极毒的 他自爆的所在地 数十丈的范围内不见活物 就算是那些人没有被血见到 弥漫在半空中的血物 也会让他们的耐力大大的下降 在某个时段内实力大打折扣 但是那名狙击手又一次回来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没什么稀奇的 蛇毒的毒虽然厉害 但是对医生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他们解了毒 回来找我们也正常 既然来了 就不要再回去了 蛇眼冷冷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 蛇血猛地站起来 边向前急奔边喝道 他跑了 追 鱼下的五人一言不发 快速地站起来 向前急奔而去 猎枪奔跑的线条成形 借助有力的地形 可以有效地避开身后蛇血的狙击枪 他时不时地向后开上一枪 然后快速移动 不让自己在的身形停留片刻 身后的几个颈椎不舍 突然蛇骨脚下一沉 半空之中一个竹子制成的陷阱 向他当头照落 蛇骨一个空翻 远远地躲开了那个陷阱 猎枪一边向前急奔一边的 这隐蔽的地方回头开枪 给众人制造麻烦 他在沿途布下了大大小小的陷阱 只是这些陷阱对身后的几个人 似乎作用不大 因为几个人不能完全被称为人 他们的身体机能要远远地高于普通人 虽然陷阱能给他们制造一些小麻烦 但是绝对不能当 他们太久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 猎枪下意识地身子一沉 向前一个翻滚爬起来继续前行 只是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肩膀过去 让他的肩膀飙出一道血溅 猎枪快速地转身 重拘猛地向后甩出一枪 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 咔嚓 猎枪这一枪 恰好击在蛇血手中 狙击枪的瞄准镜上 蛇血急速地握倒 这才没有被击中胸口 只是他的那根 狙击枪却已经毁了 看着眼前的丛林剧烈地晃动了几下 猎枪片刻便急失去了身影 蛇血的神色阴沉 他终究是比猎枪差了数仇 过了约一个小时 叶浩轩和军刺等人 已经赶到了死亡之地的边缘地带 只见眼前某个距离的景物和外面截然不同 死亡之地和原始森林的景色区别极其地在 在森林之中 所有的树都是枝叶繁茂 绿意昂然 但是到了前方树杖颜色突然一变 变得枯黄 毫无生机 眼前那片死亡之地似乎是生命的禁区 阴森 荒芜 让人有种凄凉的感觉 猎枪还没有感到 叶浩轩看了看时间到 还有十分钟就一个小时了 军刺到 再等等 时间到了再不来的话 我回去接应他 现在原地休息 吃点东西 叶浩轩到 众人解下背后的背包 坐在地上休息 拿出干粮和水吃了起来 大半夜的激战和一路的奔波 让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疲惫的感觉 一眨眼 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猎枪依然还没有回来 叶浩轩放下手中的水壶站起来道 你们原地休息 我去接应猎枪 老板 我们去吧 军刺和孤狼等人站了起来 不行 对方不是普通人 让我对付比较好 叶浩轩道 那让我跟你一起去 军刺道 猎枪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不能丢下他 你要记着 你们所有人都是我兄弟 所以 你们以后 不要把我当成救命恩人看 他是你兄弟 也是我兄弟 现在听我命令 就地待命 我四十分钟以内就会回来 叶浩轩沉声道 老板 君子无言以对 叶浩轩一言不发 提起自己的背包 附在背后 转身按照原路返回 叶浩轩 李延欣突然叫了一声 怎么 叶浩轩回头瞥了他一眼 万事小心 我在这里等你 李延欣深深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听得出来他这句话中的真切 叶浩轩点点头 转身离开 数公里之外的猎枪 正在艰难地和敌人周旋着 他的一条手臂受了重伤 他一只手抗着重拘 却这一条腿在森林之中翻滚前进 时不时地反身举起手中的重拘 放在受了伤的右腿上对着身后来了一枪 然后继续急速前进 身后的五人颈椎不舍 蛇血的脸色越来越冷 他跑在最前方 紧紧地锁定这猎枪的身形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自从他整合了眼镜蛇的基因以后 他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 他的身体机能大幅提升 速度 视力 感知 嗅觉都远远地高于普通人 他甚至能感应到数公里之外的人 这种改变对狙击手来说 是天大的福音 因为狙击手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自从融合了基因以后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敌手 因为他不是普通人 就算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中训练出来的狙击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眼前的这个普通人的能力超出了他的认知 如果不是真真切切地和对方交过手 自己感应到对方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他甚至都以为猎枪也是基因改造人 轰 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 正在前方奔跑的猎枪身体剧烈的一阵 他的大腿上被一颗子弹穿了一个洞 猎枪服倒在地上 反过身来紧紧地抱住手中的重拘 打算和对方展开最后的搏斗 他跑不了了 猎枪沉声喝道 不要杀他 我要慢慢地折磨他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蛇谷冷冷地说 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之前的狙击枪让猎枪给毁了 如果自己这方不是人数上占优势 恐怕早让猎枪给跑了 一行五人向猎枪所在的地方围了过去 他们知道就算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 但是他们也不能掉精轻心 因为猎枪是他们见过的对手里最强的一个 眼镜蛇剩下的五个人里 每一个人的实力和他比起来都略胜一筹 但是五人追了这么久 愣是没有把他放倒 可见这个人的不凡之处 这种人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反抗能力 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他随时都可能跳起来 反过来咬你一口 军刺摸出一颗手雷 手已经放在拉环上 眼看对方越来越近 他苦笑一声 点了一根烟抽上 然后就要打响这颗手雷 就在这个时候 他手一清 手中的手雷却消失不见了 却是叶浩轩赶来了 老板 猎枪吃了一惊 能走不 叶浩轩接过他手中的重拘 还行 猎枪点点头道 马上离开 这里交给我 叶浩轩退出重拘的弹家 看了看里面的子弹 然后拿过猎枪身上的弹盒 不行 他们太强了 老板你赶快离开 这里交给我 猎枪摇摇头道 平时你们可以把我当成老板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战场 战场上没有老板和下属 彼此之间只有以兄弟相衬 马上离开 我拖住他们 军事他们会在那里接应你 时间来不及了 马上 叶浩轩沉声道 是 猎枪奋力站起 他的两条腿都受伤 尤其是 左腿更是被一颗狙击弹洞穿 但是叶浩轩的话 给了他无穷的信心 他拖着受伤的身躯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等军刺离开 叶浩轩架好重拘 从瞄准镜里看到了敌人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把自己的杀意摒弃 然后悄悄地用感知力锁住了对方 他曾经和黄渤在一起聊过 黄渤也教过他用狙击枪 黄渤说过 狙击手最大的破绽 其实就是自己的杀意 就算是在好的狙击手 在战斗的时候 也会不自由主的杀意外泄 但是恰恰能让敌人警醒的 就是一个人的杀意 所以一名出色的狙击手 所要做的 不是计算周边的风速 以及天气的影响 而是要摒弃自己的杀意 然后用自己的意识 锁定对方 黄渤是华夏的狙王 他的话让叶浩轩受益匪浅 由于他感激叶浩轩 制好了自己的手 所以决定把自己所学传 给叶浩轩 而他的毕生绝学 就是玩枪 所以叶浩轩有段时间 跟着黄渤学了些 关于狙击手的知识 也实弹练习过 但是这是一第一运用到实战 叶浩轩屏住呼吸 他一动着手中的重拘 悄悄地把十字准星 套在蛇血的脑袋上 第一次运用到实战的叶浩轩 感觉微微有些紧张 他调整好状态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扑 加了消音器的枪声 略显沉闷 正在急速前行的蛇血 突然心中一惊 他猛然地感觉到了 正前方一颗子弹 正向他飞来 他吃了一惊 如果是寻常的狙击手 扣动的那一瞬间 他会感应到对方的杀气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感觉到杀气 这一颗子弹 是毫无征兆的飞来 如果这放在平时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好在他反应迅速 在急速呼啸的子弹 飞来的那瞬间 脑袋猛地向左一偏 八一声响 这颗狙击弹击中了身后一块石头 碎石纷飞 而蛇血的一只耳朵 已经已经不翼而飞 烟红的鲜血 从他的左耳处流出 刚才那一枪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 但是却打掉他一只耳朵 这一只耳朵